轻轻松松,夏日游中 今集的行程是很丰富的 首先我们在日间和黄昏都去参观 艺术有理的展品 下午我们去探3.3下午茶 晚间我们去搬赏有13米高的鱼翼公灯 现在我们来到港铁金钟站 由A出口离开车站 上行人天桥,横过干落导中 我们来到天马公园 就看到艺术有理的展览指示牌 这个展览展出各式各样的独特创作 全式艺术和科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为市民带来暂身的艺术体验 现在我们来到中西区海滨长廊的中环段 这里共有13个创意作品 这幅展览地图是标示创意作品的位置 每个作品的旁边都有艺术家的知述 相关的网页也有详细资讯 连结在下面影片描述 有趣的就去网页看 我们不重复了 现在我们就去参观这作品了 全100位提清人 Pode试图锅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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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到地面是利爾東街 走前幾步來到皇后帝道東 前面這棟奇樓式建築是三級歷史建築物 這座樓三層高 地下是奇畫餅家 一樓是奇畫茶室 二樓是工作科控陪室 是三十年代的建築物 現在我們上一樓了 這裡怪了很多幅牙蟲的字畫 這些是三十年代建築裝飾風格力 木製的門窗是那些窖是銅造的 很傳統的室內地磚 陽台現在加了門窗 但仍然充滿懷教的氣氛 這是三點三下午茶的餐牌 價錢不就… 我們就沒有叫餐牌入面那些 我們選擇一級烏龍冥茶 替蝦多士多美 嗯…仿如時光倒立 回味昔日簡單是福的樂趣 俄國牛柳絲很少吃的 味道真的很好 喝過蝦麵茶 我們到地下參觀香港昔日的圖片 這張是五十年代的皇后大道東 五十六十年代人力車和巴士相影成趣 還有奇畫餅家的眉毛型 這是當年上海街店內的層次 你看看那些餅做得多逼真 懷教的畫策 還有各式各樣的餅選擇 現在晚上了 我們來到中環皇后帳廣場 這盞叫做如意公燈 擇作工藝是香港飛馬洲遺產 這盞公燈是全人手製作的 高野十三米,闊野九米 厲害了! 成功打破世界最大型雕掛花燈的紀錄 在慶祝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的同時 同時慶祝監獄署 改名為懲救署四十周年 公燈的頂部是厭麗的蓮花塵堂 下層有欣賞 獲家安定和香港繁榮等的祝福 旁邊還放了很多款奧運項目運動員的立體造型 путящ肥榮等高得上 oli五十周是可飾品 便當中環 posted 歡迎餘義公燈 時間不早啦 乘上到歸途 今天就到此為止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請給個like 分享和免費訂閱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